二十元纸币,牵出制售假币的宝座 快递包裹,暴露隐匿的团伙成员 三地联动,敦守舍服 侦察员如何人赃俱获 大学毕业,平面质百 嫌疑人如何以假乱真 假币现袭机 片网栏目即将播出 那边就是燕台山景区 这斜着了,看见了 2016年9月 记者在山东省燕台市 进行了一次随机的街头测试 记者以普通消费者分分在街头购物 在结账时都使用了二十元面额的人民币 在摊店,商店,饭馆,出租车 这些不同的消费场所 绝大多数商户对记者手里的钱 都没有提出异议 来,好嘞 十四,六,六 只在月亮湾景区 有一位摊主对记者支付的二十元人民币 产生了怀疑 要求更换 当记者更换了另外一张二十元面额的人民币后 摊主再没有怀疑 把钱收下了 但其实,在这次街头测试中 记者支付的二十元面额的人民币 全部都是假币 直到在测试之后 记者向商家解释的时候 大家才恍然大悟 您现在可以再仔细看一下 再仔细看一下 都是不好的 不是假的 这个还是假的 那么,记者手里这些足以以假乱真 欺骗了大多数商家的假币 是从何而来呢 这还要从今年四月 烟台市公安局支付分局 接到了一个举报电话说起 今年的四月份 咱们支付分局 接到一个群众举报 说有人在支付区 味道假币 并提供了一定的线索 被举报人名叫李延 专门生产二十元面额的假币 这些假币的仿真程度非常高 再加上面额较小 在使用的过程中 很容易被人忽视 太香,这还挺香的 一般我都不仔细看 一般我感觉像你不会修我的 我根本我都没看 不提前都没有注意是吧 对 根本没看 我就装帽子去了 哈哈哈 您平时收到这个也不注意是什么 我真不注意 你要是五十一百的就得看 五十一百的 我一般收一百的五十在意 一百五十的 就是收十块的或二十的 一百货币为一 为什么干嘛 你说收到这个钱吧 一时候我一找钱就找出去了 结果就没人看 就也不在意 您也不在意 找出去人家也不在意 都不在意这十块二十块的 什么回事 由于人们在生活中 普遍不注意区分小面额货币的真伪 使得这种二十元的假币 很容易在市面上流通起来 影响和危害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 在接到这个 伪造货币的举报电话之前 烟台警方也曾破获过多起 贩卖和使用假币的案件 但是在烟台本地 伪造货币的案件 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所以警方对这个举报电话 既重视又怀疑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案子 觉得这个钱说是不是可靠 就觉得当时挺怀疑的 因为在平时当中 我们也接到很多的举报 但是举报的是真是假 都不一定 都需要进行重新核实 支付警方随即对这个举报信息 进行了侦查核实 通过这个举报的这个 制作家逼人的收款账号 打起确定身份 确定身份以后 可以对他的规矩 一些状态进行的 综合的一些调查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 被举报人李延出生于1993年 是一名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 如此年轻的一个人 真的具备伪造货币的能力和条件吗 出来了 是这一个 是 是他 说妥了个小东西 我们到他居住的周边这个小区 去守候排查 发现了 有生产假币的 这个印刷纸的下脚料 李延丢弃的这种印刷纸 是一种经常被犯罪嫌疑人 用来制作假币的原材料 同时 警方还发现 李延经常向外地 寄送一次印刷品的包裹 但是 仅凭这些 还不能认定 李延有伪造货币的行为 李延大学毕业还不到一年 又没有工作 银行账户里 却频繁收到汇款 都是什么人 给他汇钱呢 据报人反映 李延制作的是 20元面额的 假币半成品 在其他地区 还有购买这些半成品 假币 再进行二次加工的 下线买家 他们多数都是 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 向李延支付货款的 如果据报信息属实 那么李延银行账户里的 异常进账 很可能就是他的下家 购买假币的货款 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可以确定 被举报人李延 的确有伪造货币 质售假币的重大嫌疑 2016年5月9号 烟台市公安局支付分局 成立专案组 追查这起 支售小面额假币的案件 就发现 他这个生产假币 向全国 东北 东南 西南 华中 华南 等各地 进行销售 当时考虑 这个分析的举提案 举提情况 就是觉得 如果当时去抓捕的话 就有点范围太窄了 因为他们 知道假币 毕竟不是自己用的 就忘了销售 专案组 一方面继续严密监视李延 避免打草惊蛇 另一方面 阻止警力 吩咐全国多个省市 调查李延的下架 我们这两个都与了 事件也大体上磨庆了 他都往全国拿下提防 不随意跟他联系 初步判断 这个犯罪嫌疑人 他是形成了一条 生产甲币 致受甲币的柴垫 警方调查发现 李延有两个主要买家 一个在湖南省永州市 一个在广东省中山市 这两个买家 定期从李延手中 购买大量半成品甲币 经过二次加工之后 在销网全国各地 专案组决定派出两个抓捕小组 分别前往湖南永州和广东中山 抓捕这两个大买家 民警异地抓捕 搜寻工作如同大海捞针 一看我们就不是本地人 我们就在自己找 也不敢问 收件人行踪不定 甲币包裹究竟要被送到哪里 嫌疑人异常警惕 配送站里上演无声博弈 本人离这场甲币很远 在那站着 就不看这个货 目标丢失 调查工作如何继续展开 甲币现行计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根据警方掌握的情报 李延以往寄到永州的包裹 都被配送到距离永州市区 一百多公里的道县 专案组民警到达永州后 立即前往道县进行排查 但是收获的嫌疑人 姓甚名谁 家住哪里 用什么方式取货 对于这些信息 警方尚未掌握 在这之前我们掌握的物流信息 也有几批货 也到过这个道县 物流点都是一个物流点 民警决定先找到这个物流点 专案组的民警 一边仔细查找线索 一边小心地避免暴露身份 一看我们就不是本地人 而且我们这个说话的口音 和他们差异也非常大 就是为了防止打扫定时 我们就在自己找 也不敢问 民警采用了一个非常简单 但却十分有效的方法 利用搜索引擎 查找快递单号 再通过地图搜索地址 民警最终找到了这个物流点 并对这个物流点 展开了严密的不空 因为咱们不知道 现在人到底是不是在物流点旁边 居住干什么 就在民警对物流点 进行监控的时候 专案组指挥部 传来一个消息 509专案 假币专案组 反馈来 又反馈来一条消息 这个犯罪嫌疑人 在家里 在烟台制造 假币这个犯罪嫌疑人 又往永州发网 发了15公斤假币 那么好 我们在5月19号那天 就在这个提前设计好的守护地点 进行了守候 5月19号中午 看到运送包裹的货车到达物流点后 民警乔装进入物流点 寻找来自烟台的包裹 这时候呢我们就冒充着这个取货人员 就进入这个物流公司 就谎称了一件货来没来 然后就在他这个散货里面去找 找一下找到了这个货 过了大约十几分钟 先生来了 到了物流公司之后 他们一急着是马上取货 逛了一圈 前来取货的男子 似乎在观察周围的环境 之后他向营业员提供取货信息 领取了李延寄来的包裹 这个包裹里就是警方一直在追踪的假币 但男子取了包裹之后 并没有马上离开 他把包裹留在柜台上 漫步走到了在配送站门口 搅装成顾客的民警陈磊的身边 穿红衣裳男性员也是比较警觉的 我到了以后他看了好几次 因为下雨他身上也是湿的 就不停地移抹头发的样子 左看看右看看 本人离这场假币很远 在那站着 装作发带性打电话的样子 就不看这个货 他的这个举动 让行动组民警员的神经都更加紧帮了 难道是那里露了马脚 引起了他的怀疑 男子在民警身边站了一会儿 似乎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便转身回到柜台拿上包裹 可是他依然没有离开 而是把包裹放在门口 自己站在一旁继续四处观察 这是一段民警在现场用手机拍下的视频 画面中的这个纸箱就是装有假币的包裹 而此时嫌疑人站在门口 对这个包裹不闻不问 甚至不去看上一眼 从男子踏入配送站开始 已经过去了八分多钟 他始终非常谨慎地与装有假币的包裹 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而警方也耐心地等待着他的下一步动作 终于他拿起包裹走出了物流配送站 不知从哪里推出一辆摩托车 将装有假币的包裹放在摩托车踏板上 此时正是人赃据获的好机会 专案组民警立即把情况向指挥部进行汇报 但指挥部做出的回复却是 暂不抓捕 因为另外几个小组还没有具备这种成熟的抓捕条件 如果我们这一组先动手了 可能会影响到全局的收网 你们固定好证据以后让他走 去货以后让他走 男子将摩托车仔细擦拭一番后 带着包裹驶离了现场 当时当他推出这辆摩托车来的时候 心里也两两半去了 前后无牌 切摩托车由于摩托车车速也比较快 咱们用其他交通工具也跟不上 回来怎么办 只能看打体方位往哪个方向走了 为了顾全整体部署 抓捕小组的民警只好暂时放弃抓捕 任由嫌疑人离去 当时心里特别的灰心 你看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没有了 依然无牌的摩托车 当地的监控又不是太好 我怎么找这个人呢 就找不着他了 这个男青年可能就像消失了一样 死后一连几天 民警始终没能再次找到他的踪迹 嫌疑人消葬迅速 警方是否提前行动 如果不抓的话 他们晚上把这个货物转移了 紧密布控 指甲窝点接连被捣毁 主犯现身 警方部下天罗地网 收费站设服 嫌疑人无所遁形 假币现行计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当永州抓捕小组的民警 还在继续寻找嫌疑人的时候 远在广东中山行动的抓捕小组 前来领取包裹的是一名绰号大飞的嫌疑人 警方一路跟踪大飞 到了这栋居民楼里 他带着刚刚取回来的包裹上楼 进了209房间 从房间里传出的声音判断 里面有三名嫌疑人 他们此时很可能正在对 刚刚收到的假币进行二次加工 此时其他地区的侦破工作 仍在进行当中 案件还不具备全面收网的条件 是否要对这三名嫌疑人采取行动呢 很难决策 抓的话 我们是提前行动了 如果不抓的话 他们晚上把这个货物转移了 就不能人造聚火 可能这个战习就丧失了 这个假币如果流出去的话 那又死又往全国各地又走了 中山抓捕小组 立即将情况汇报给专案组 专案组研究后决定 马上实施抓捕 得到命令后 中山抓捕小组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马上采取行动 将正在伪造货币的嫌疑人 秦某 林某 和绰号大飞的何某当场抓获 当三名嫌疑人被警方控制时 他们已经把刚刚收到的这一批半成品假币 基本加工完成 绝大部分已经打包好 准备消往其他地区 看到他家里边已经有31个 这个包裹已经封好了 地址都已经填好了 中山市的三名嫌疑人被抓获后 口供直指半成品假币的供货商李延 都能完整地形成一个证据电条 对这个案件的定性 和这个案件上的证据上的充分 起到一定的决定性的作用 虽然中山的抓捕行动非常顺利 但由于是提前收网 如何封锁消息 避免打草惊蛇 成为警方必须小心应对的问题 别的地方的工作 还不能抓捕实际不够成熟 就暂时先不要经动这个礼貌 我们一直保持 中山三个犯罪嫌疑人手机的畅通 他们都是通过网络联系 我们一直给他上了网 原来李延和他的下线买家 每次交易之后 都会通过QQ或者微信 来确认是否安全收获 于是民警模仿嫌疑人的语气 给李延发了一条确认收获的微信 但令警方感到意外的是 李延忽然给其中一名嫌疑人 打来了电话 李延为什么会在这时候突然打电话 难道他发现了什么异常 为了不引起李延的怀疑 在民警的受益下 刚被抓获的嫌疑人 接通了李延打来的电话 原来李延打电话来 只是询问嫌疑人 对假币的质量是否满意 嫌疑人按照警方的受益 答复了李延 李延没有发现 中山的支甲窝点 已经被警方捣毁 专案组民警 在中山的抓捕行动顺利收获 但永州方面的行动 远不如中山进展得那么顺利 驱走快递包裹的男子 从永州到县的 这个物流配送站离开后 抓捕小组就失去了他的踪迹 抓捕工作一时陷入了僵局 焦灼的这几天 特别的焦灼的这几天 这时候中山已经有战果了 他比我早一天 当时我们四个参战的同志 满嘴的抛啊 走访摸牌 只能从物流配送站向外延伸 民警判断 嫌疑人应该会在近几天 到当地车管所给新车挂牌 可以利用嫌疑人给新车挂牌的机会 在车管所对其实施抓捕 小组成员经过周密计划 在车管所及沿途加以布控 等待嫌疑人的出现 果不其然 犯的嫌疑 就按照咱的设想 就开车到了车管所 这时守在车管所的民警 立即上前将嫌疑人郭某抓获 最后民警赶到郭某家中 查获共计三万余元的 二十元面额假币 以及全部制假工具 没人了 我心里面就死了 真的没人了 也的话我都告诉你了 你相信我 没有了吗 没有了 至此 永州方面的抓捕行动 也告一段落 随着案件侦破的逐步推进 警方得到新的消息 另一名支售假币的嫌疑人 徐某 将在5月25号这天 从连云港开车来烟台 从李延手中 购买一批半成品假币 专案组经过分析决定 趁此机会 将李延和来自连云港的徐某 一并抓获 2016年5月25日晚 是梁霍嫌疑人 约定见面交易的时间 这天 专案组提前召开作战会议 对抓捕行动的每一个步骤 做着仔细的分析和预判 民警们兵分四路 其中一组民警 守候在徐某 进出烟台式的 高速路收费站 第二组民警 负责监视李延的 置甲窝点 等待李延出现 他马上就走 马上离开房间 他马上离开房间送货 第三组民警 守候在李延 前往交易地点的 必经之路 第四组民警 守候在李延 可能交易的地点 他就看到 口出不出来一些 咱就定着这个口 把条件口出不出来 当时我们觉得 他应该选择 在人员比较密集 底性比较复杂的 其实在广场附近 2016年5月25日傍晚 嫌疑人李延 携带一整箱假币 从置甲点出发 乘坐出租车 来到双方约定好的地点 李延到达后 独自一人 搬着这箱假币 走进胡同 你进去了 你进去了 四九 四九 交易完成后 嫌疑人徐某 没有多坐逗留 直接驱车 开往连云港方向 李延则独自离开 交易现场 警方立即兵分两路 一路跟踪李延 随时准备实施抓捕 另一路 按照预先设定好的方案 跟踪徐某的车辆 客人过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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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米客人到 五百米 当晚八点五十分左右 徐某开车 到达警方设服的收费站 负责跟踪的民警 驾驶车辆 尾随而至 客人到了 客人到了 客人一到 客人一到 我们就一个 前面大货 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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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的车吗 前面大货 在大货哪一辣 那大货一辣 最好了 把大货堵住 在徐某的车辆 即将通过收费站时 前方 恰好有一辆大货车 正在通过 跟踪的民警随即驾车 跟在徐某车后 堵住了他的退路 对 其实可以把大货堵住 我们后边这 放一放 放大货 大货一会儿 把大货放吧 放大货 放大货 放大货前面蓝大货 放大货 放大货蓝大货 放大货蓝大货 锅盖 放大货蓝大货 大货一过 把路口就封开 对 大货不用锅 大货 173更小 173更小 摇旗团 跟上 跟上 我们后面屁股 好 封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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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上海蜗 是上队网 对 等会儿 到处央 给我个封壳 放大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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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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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货 吸火 吸火 快 就在徐某准备通过收费站的时候 埋伏在两边的民警突然冲上前 将徐某的车辆包围并护开车窗 将其当场抓获 交货面值20元的假币30余万元 据徐某交代 他本打算将这些假币带回连运港 经过二次加工后 再进行出售 但徐某没有想到 自己还没有离开烟台 就已经落入了罚网 嫌疑人难逃罚网 供认不讳 他说他能做出来 然后让我给他给编号 一张模板 将他引向犯罪道路 20台打印机昼夜不停 场面壮观 很多东西也都是同网上学的 维护经济秩序 警方重拳出击 发现以后路途就打 坚决把他打掉 假币现行计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经过烟台警方的不懈努力 位于湖南省永州市 和广东省中山市的 执售假币污点相继被捣毁 在烟台市 制作假币的嫌疑人李延 以及从连运港前来购买假币的 两名嫌疑人 几乎同时被警方抓获 至此 这期涉案金额上百万的 特大执售假币案 成功告破 这个案子是非常经典的一个 老的公安警察朽丹 和现代稀奇继续的一个 一个新型化的 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 可能涉及到的部门 可能用到的警力 应该说都是优化组合起来了 我们打了这套组合拳 李延被捕后 警方立即将其带到他的 指甲窝点进行指认 民警们秘密监视李延 已经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 对李延的各种情况 可以说是了足指掌 但当他们第一次走进 李延制作假币的窝点时 还是对眼前的情景 感到非常的惊讶 民警们没有想到 这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能够如此有规模的制作假币 经过清点 现场公发现 制作假币的电脑两台 彩色打印机二十多台 以及其他制作假币的材料 和正在打印之中的 大量半成品假币 李延交代 他从今年三月份 开始支手假币 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 就非法获利三十多万元 那么李延是如何走上了 支手假币的犯罪道路的 2015年夏天 李延从烟台时的 一所大专院校毕业 刚刚步入社会的李延 很快就感到独立生活的艰难 工作中遇到的种种不顺 最终促使他辞职 辞职后 迫于生活压力 他急于想要 找到一份快速挣钱的工作 他偶尔在网上看到 有人发布卖假币的信息 然后他就进去和他聊天 聊天的过程中 对方就说 他可以给你提供 假币的模板之类的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李延向对方 索要了几张假币 会来研究 他自己来实验一下 看看能不能造出 这样的假币来 但是前几次都就失败了 虽然前几次 制作假币的实验都失败了 但李延并没有就此收手 后来有一个河北的 他跟我说 他能做出来 然后让我给他改编号 改编号 我给他改完 我就留了一份 后来我一次 这东西还行 他拿到这个模板以后 经过维修 修理 然后又寄给 那个群里那个人 对方说你修得相当好 因为他是学过这个绣图 他会这个绣图 他会制板 在一些跟人别人干的时候 他挤过板 而且他挤这个板 绣这个板 绣来 科学人一讲来证 李延用别人发给他修改的模板 再次尝试自己制造假币 这次他成功了 就是 很多东西也都是同网上 学的 就是通过商信 我们才知道答应机可以做 李延制作的第一批假币 通过网络销售出去后 得到了买家 很好的反馈 寄过去以后 那些人看了假币以后 就出去试一试 划一下试一试 结果很容易划出去了 没有被人发现 就这样 在群里要的人越来越多 他自己胆子也越来越大 就开始造更多的假币 起初 李延制作的是成品假币 由于他做的假币质量非常高 买家的订购量也越来越大 高仿非常逼真的 你包括这个东山的一些人 他也做一些 做旧一些假币 他有什么爱 又自己用 随着需求的增长 李延干脆让利给分销商 自己只出售价格比较便宜的假币半成品 但是因为少了一道制作工序 他的销售量却随之增加了 尝到了自己印钱的甜头 年轻的李延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如果他是走证图的话 根据他的能力 他的欠款程度 应该说他是应该找一个 非常适合他的工作 应该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一定要通过自己合法的劳动 去获取报酬 不能通过违法手段 否则的话 这一辈子可能就毁在里边了 李延终将为自己所犯的罪行付出代价 一个有着美好明天 有着一技之长的年轻人 在利益的趋势下 就这样葬送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无论制作的技术有多么高明 假的永远真不了 总有被识破的一天 咱一般的唐金线都是埋在自己边的 他这个唐金线就是隐隐约约压在上面 用那个唐金线压在上面都烫上了 当时在这我没看出来 在这我看出来 你给我两张 就看出来一张是吧 对对对对 你当时是怎么看出来的 当时我看这个手感 手感不不不不 就是很薄 他就这样吃的吧 他的手感没那么薄 一看后边他没光眼 因为这种假逼的案子 他对这个社会经济积蓄的 这个危害非常大 对于这个咱们的经用安全 影响也非常大 算是来讲 这种案子 这个这个我们公安 也有这个能力 也有这个信息 也有这个决心 这发现以后路头就打 坚决把它打掉 千里之地 溃于乙穴 一张二十元的假币 虽然面额并不大 但是在市场上流通的过程中 经过多次消费 给人民群众造成的损失 绝不仅仅是二十元而已 积少成多 大量假币在市场上流通 最终破坏的 将是整个国家的 经济秩序 对于公安民警来说 打击伪造货币的 违法犯罪行为 维护国家经济秩序的任务 依然任重而道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A级通缉令 廖乃县 南 1983年3月20日出生 户籍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宾阳县 宾州镇 顾名村委会 夏寨村五队 108-1号 身份证号码 452-123 1983-0320 1339 该犯罪嫌疑人 涉嫌变性网络诈骗犯罪 再逃 请广大观众提供有关线索 及时拨打110报警 夜幕下 一个蒙面骑车人 连续实施抢劫 犯罪嫌疑人 神处鬼窝 疯狂作案 侦察员寻献追踪 能否找到骑车人的落脚点 秘密守候 警方锁定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电影之后 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余面 您的余面